随着各个州属逐步实施有限行管令或复原行管令 民众是获准跨线移动 各个旅游景点迎来了本地的观光潮 其中霹雳州政府重点推荐 雾边金宝河的生态旅游 吸引本地人参与激流泛舟和瀑布攀岩等运动 配合有限行管令金宝河的 激流泛舟活动限制了参与人数 这条河的上游湍齐程度是1到3级 危险度不高 所以适合一般的民众体验这种户外活动 除了金宝河以外 州政府也申请拨款450万令吉 在斯南玛和高宫两个县 发展更多的营地和瀑布生态旅游